如果你现在你是武汉人 你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是吧 我们对位交换一下 你的亲人朋友 你熟悉的人 莫名其妙的染上病了 不是在他们不配合 是在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无奈的情况下 现在得不到医治 得不到确诊 只能活活的等待病痛的折磨 等待死亡 而且眼下这个病毒 并不像官方宣传的 什么发热咳嗽 而且不发热不发烧 一样也可以传播 而且不光是通过口腔传播 病毒可以通过你的眼睛 都可以 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很无奈 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洗脑了 我们也希望是吧 过上那种民主自由 开放 我们也希望不翻墙 就能上YouTube上推特 但问题是根本就做不到 我们能怎样呢 是吧 高房价 高物价 通货膨胀 他们造价人出了任何问题 就捡我们老百姓的韭菜 捡羊毛 谁都不傻 我们只是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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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